所以你看得到这个相片呢 我们大家戴这个头巾 表示说我们跟它同样在一条路上面 我们愿意来支持它 我想对于一个生病的人来讲 有全家人的支持 是代表一个被接纳 也可以得到被鼓励 我想问问大家 你在这个相片里面没有看到什么 悲哀 为什么 大家都在笑啊 大家都在笑 但是你说为什么会悲哀 太胖 我想你必须要努力 所以你要表现你不悲哀的地方 让你的家人不要感到 所以有时候我们好像要让自己觉得很坚强的样子 所以有时候你会把一些的情绪压抑下来 或者是说不要表露出来是不是 还有呢 在这个上面你看到 你没有看到什么 爱 爱 希望 希望 很好 有盼望与主同在 你看到 你看到啦 有与主同在 是 有盼望 对 那 的确呢 在这个相片里面呢 你如果看到了呢 就是表达了我们对他在这个抗癌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支持 但是呢 刚刚我问大家 你们没有看到什么 你们没有看到身体的痛楚 这个痛楚呢 可能是手术啦 发疗啦 甚至呢 他在有一个时间呢 因为癌症转移到肺 那我们选择呢 做了一个叫高剂量的化疗 或者跟那个骨髓移植 那这个疗程呢 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他必须要被隔离在一个病房里头呢 将近有20天左右 所以这个相片里面 你没有看到那个身体的痛苦 那 另外呢 你也没有看到情绪的起伏 对不对 你刚刚看到的都是一个笑脸 大家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但是当一个病人 他要去接受检查的时候 他的心里面是不是七上八下的 我觉得那个情绪是很微妙的 我记得我太太她每一次身体有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 咳嗽啦 哪里痛啊 他就非常的紧张 然后呢 有时候他要去做定期的检查 虽然医生跟他讲说 好像没什么事情 你三个月之后 或半年之后再来 他要去复诊的那段期间 那个前一个礼拜 你可以看得到他那个吃不下 睡不着那种感觉 心里面非常的惶恐跟害怕 因为不晓得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会跟他讲什么 所以这种情绪的起伏非常的巨大 甚至呢 就像云霄飞车一样 坐云霄飞车 哇 那个上上下下那种很 有时候我们坐云霄飞车是很刺激的 但是对一个病人来讲 是那种 你不晓得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种感觉是很无助的 那另外呢 你没有看到我们的关系的紧张 怎么说呢 我太太因为她犯了乳来嘛 所以乳房切掉了 所以呢 她对于她来讲呢 一个女人呢 好像就 她的乳房的器官不见了 她就感觉到她好像是一个不完全的女人 她好几次问我说 你还爱我吗 她会觉得没有那种安全感 觉得很无助 那么作为一个丈夫 一个配偶 你那个时候要说什么 我爱你啊 不管你是怎么样 我还是仍然爱你 对不对 所以那个关系很紧张 还有呢 你可以想象得到 她的妈妈跟我们住在一起 照顾她的时候 这个关系紧不紧张 很紧张的 这个妈妈的眼睛天天盯着她看 看看她哪里 有没有怎么样 然后呢 她妈妈想尽办法呢 弄一些营养的东西 要给她吃 然后呢 要逼她吃 哇 那个关系真的是很紧张 到后面呢 有时候就觉得很 那个都没有办法忍耐了 那个母亲的那种期待 希望女儿怎么样怎么样 那个关系真的是搞得很僵 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处理 那另外呢 儿子跟儿子的关系 那个时候我儿子 我太太被诊断的时候呢 他才一岁半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做母亲的 心里面是不是很担忧 害怕 不能够有机会看到这个儿子长大 所以有时候对儿子的这种克服啊 或者是期待呢 也是对孩子来讲 也是一种蛮大的压力的 那不过待会儿我们再慢慢来谈 这些事情 另外呢 还有一个灵性的挣扎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生病呢 不是只有肉体的事情而已 会影响到你的情绪 甚至影响到你的心灵的深处的一些的事情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太太啊 起初的时候会问说 为什么 为什么 很多的为什么 她没有答案 我也没有答案 那然后呢 她后来问说 那老天啊 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你为什么让我们经过这么事情 那你有什么样的 你对我们人生的安排是怎么样呢 她会开始去问这样的问题 然后甚至到了后面 病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她会问说 老天爷啊 你会不会帮助我 会不会医治我 那你愿不愿意来帮助我们 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些都是心灵深处的问题 但是呢 我觉得在这个相片里面呢 你们也 刚刚除了有一个人 看到讲到说 有一个信仰 我们有信仰 我们有一个盼望 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它带给我们有很多的能力 包括后来我们就能够接纳这个事实 并且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能够保持一种平安 甚至有时候我们还会蛮喜乐的 那当然在这里面有爱 那么也有彼此的饶恕 甚至我们到最后面呢 会有一个永远的盼望 这些呢 都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来得到帮助的 那我个人呢 从这一个经历里面 学到了什么 我想这个 接下来有几分钟跟大家分享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学习到苦难 能够面对苦难的迷思 有时候啊 我们常常对苦难啊 有一种错误的观念 是不是一种天前 报应 或者是是不是我的运气不好 那么这个对苦难的迷思呢 我后来就一个一个的去 把它对付掉了 所以我就能够去面对 跟接受这个事情 另外呢 我也了解呢 人还有医疗的有限 那医疗的有限 当然现在的科技 医疗的技术 药物非常非常的发达 那甚至呢 很多的疾病都可以得到控制 但是到了某些的情况 你会发觉呢 医生也是束手无策的 但是我从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去学习呢 怎么样跟医护人员 有一个正确的沟通 并且呢 我知道怎么样能够来信任他们 当你能够跟医生 护理人员 产生这个信任的时候呢 你比较不会担心说 哎呀他们到底是不是尽心尽力 是不是为我的好处在着想 当你能够这样 跟他们有一个敞开的沟通 信任他们的时候呢 那么你对于这个医疗 能够提供给你的帮助呢 就比较能够有一个正面的经历 那当然 那当然我们做病人的 或做家属的 也要尽本分 所谓的尽本分就是说 你要尽量跟医生配合 那么尽量呢 寻求那个正确的知识 让你能够做那个正确的判断 跟选择 还有呢 你对病人 是由一个全人的照顾 全人的照顾就是